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鲫鱼腮肉 鲫鱼在我们互语当中叫骨症 因为它长在盒里面的 所以我们前面加一个盒子 也可能说它是有比喻甲鱼的发音 因为甲鱼我们也叫症 症症发音一模一样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上海话的鲫鱼一定叫骨症 甲鱼就叫症 再有何鲫鱼只说大和小 从来没有老和嫩之说 所以如果你哪一天去上海玩 听到人家说老症 这是一个不好的话 是骂人的话 所以你不要理它 OK 好 接下来我们鲫鱼腮肉 就要准备一些肉酱 大约是一个狮子头这样的大小 然后我们放入一丁点料酒 一点点老抽上色 一点点 然后是少许盐 少许糖 还有一些葱花 给它拌匀 拌到它有点粘性 接下来我们才来处理鱼 洗鱼药 这个鱼鳞一定要清洗干净 特别是这个地方 这个一圈边 包括尾巴 一直到它肚皮这边 这边都是硬硬的 你要用刀把它都刮干净 然后鱼鳃拿掉 肚子里面除了黑的衣全部拿掉以外 肚子里面它还有一层膜 你不太好洗 你要用刀这样垂直下去 这样刮刮刮 你可以听到它这个脊椎的声音 这样它里面的淤血才可以洗干净 这些活你都可以脱水做 等它全部清理干净了以后 再用水冲 不要长时间的泡在水里 否则的话香味都被你冲掉了 这个鱼头有人当它饱 有人当它炒 如果你当它炒 没有人吃你就直接把它剪掉 省得又占地方 又费食又费力的 那只有两种情况 我会把它留着 第一就是你需要它有一个漂亮的展示 像早带客人啊 或者像今天我做视频啊 另外就是逢年过季 我会把它留着 讨一个好口彩 有头有尾 接下来鱼背上用刀这样斜刀下去 给它开两刀 两面都需要 然后缝缝里撒些盐 头里也撒一些盐 再抹上一层干面粉 抹到每一个角落 抹干面粉呢 第一是为了它好煎 它不太容易粘锅 第二呢就是鱼肉过度煎后呢 它会产生一种对人体不好的物质 涂上一层面粉呢 就可以起到保护肉质的作用 最后呢就把这块肉 塞到鱼的肚子里面 朝里塞一塞 要不然的话它容易跑出来 按一下 鱼头里面塞一块姜 就可以开火了 锅烫放油 铁锅因为有角度 所以你从边上这样下油 放入两片姜 打扩擦一下 然后撒一些盐 更不用一沾底 双保险 那锅烫放油 油烫放鱼 这个时候转中小火 要有耐心 不要心急 不要去碰鱼 只可以转你的锅 一直要等它煎到结实以后 你才可以动手翻面 要不然你早早动它 就容易碎 试火后大小 三五分钟后 你就试着去碰碰它 看它可不可以移动 OK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试着翻面了 轻轻的 把它朝这边推一下 翻过去了 盖到两面都金黄 我们先下 一勺料酒 即刻盖上锅盖 几秒钟就可以 然后给它 两勺老抽 给它先上色 如果不够 后来我们还可以再加 水 让它没过鱼的大半截 盖上锅盖 再别忘了 放一个葱结在里面 大火变中火 在那边嘟嘟嘟嘟嘟 大概十分钟左右 中厨可以给它翻一个面 十分钟左右 我们先开锅盖 就开始调料 一个tablespoon的糖 放小小盐 记得第一次做 一定要尝味道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汁 朝鱼上面浇 然后你就可以把鱼 轻轻的先捞出来 然后把这团葱拿出来 收干汁水的时候 我们再放新鲜的葱 让它收到稠稠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到鱼上面了 这道鲫鱼塞肉就完成了 你也可以把鱼留在锅里和那个汤汁一起收干 这样的话也许鱼会更入味 但是呢 你出锅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脱落 所以各有利弊 看你自己的喜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